如果用朱sir的那種就肯定不是A那種 但是他又要做好樣東西 那他是屬於B還是... 我想他是有少少A和... 即是歐斯坦加上 spiritual art 兩個都有一點 有些簡易博物 1972年 Roger Cardino 有一本書 名字叫歐斯坦 Art 但除了封面這個字之外 裡面全部都是用art root的 即是用raw art這個字 所以你都明白那個字 開頭就不是很準確的 unquote 然後歷史上就是 當時有兩個職人科醫生 Aprinçon和Le Ratio 他們搜納了病人的話 當時再早些 好像教授所說的 其實在1900年前 都陸續有一些精神科的醫生 會吵一些朋友畫作 而當時嘗試去找出 究竟他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判斷他 有什麼精神病 如果有些精神科科 或者心理學有認識一點的 早期有些什麼raw art 或者我們講的屋樹人 有很多pognitive組織 那類的東西 到現在整體的見譜 其實沒有什麼畫的方法 是可以幫我們判斷的 這裏有幾個檜點 這裏有幾個重要的 這裏有幾個重要的 因為你不是要… 其實我都好像我們講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藝術品 一定有一些個人之處 有一個特點在那裏 所以有一個很強的表達能力 第二就是 free from the cultural influences 即沒有一些文化 或者某一個學派的影響 例如說 例如畫佛像 畫佛像很多時候 你就要因迷你信的宗教 你要根據某些規則 你不可以做… 即是不可以改變 如果你完全是… 受這些影響的話 你會困難一些很原廠式的藝術 那那裏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不會明顯地受到 某一些文化 或者某一些規限的影響 另一個規則 這個就… 在客觀的現實 就像朱Sir一樣 小contamination 很多時候 這個畫家本身 是… 在一個… 生活在一個比較隔絕的地方 可能是… 客觀環境 可能是… 他住在一個山區上面 或者一個… 小數民族 也都可以… 即好像你這樣說 在精神病裡面 在過往來講 是一個很隔絕的地方 完全不知道現階發生什麼事 看不到多少事 那樣… 那現在我也做了一些 contamination 我經常帶雜誌回去 給病人看 就是… 他們會知道人家… 說現在那些… 雜誌裡面的廣告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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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即是… 很厲害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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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們有很多畫呢… 即是… 我所知… 我圖出來的人 已經出去了外面的圓石住 都已經不畫畫了 嗯… Ok 那第二… 那四點呢 就是說 他們是… 因為一個很… 內在的一個… 動力呢 所以… 已經在畫畫的 主要為了… 不是為了錢呀… 為了其他因素 那樣… 另外他也有提到造劇的挫敗會形成一種動力 重點是發掘、discovering and witness the art 所以我們不是製造出來的,我們只是發現 或者我們可以見證這些藝術 我們亦可以嘗試飄去很多層的心理解讀 同時我們希望可以一方面去推薦這些畫作之餘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對作者是一種尊重和對他們應有的尊嚴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最後這句說話很重要是 no art sold by diagnosis 即不會因為某種病去推銷這些 不過也未必一定是對的 因為我沒有時間做了,給你們看幾張畫 你看看我的印象 大部份他們會有些特色的,都已不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色彩,有一個comparity 是要用很多長時間去做一幅畫的 但是它是很organized的,不是純粹抽象的 因為它是因為它受到一些它的思想 或者他經常很關注一些想法 甚至一些經驗來影響它 當然亦都可以很simplistic 但是它是在畫中 你會看到一些perspective 不是一般人會用 因為它的思維形式和我們一般人是不同的 也有一次overdecorative是很修飾的 即是用很多時間去做一件事 而且它有時候可以告訴你 每一件事其實代表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些是經驗,有些是代表某人 有些是教宗 我剛才有同時前幾天給了一本書 就叫做art as healing 1984年Edward Edison是英國的 英國的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Artists 的一個founding chair 他本身是一個artist 他在這裏三十多年去看 教那些人畫畫 講錯了 不是教那些人畫畫 而是去用藝術 是幫他們進行一些治療 那裏面呢 其實剛剛答到我去問的問題 這些所謂精神病人的畫術有些什麼特點呢 我們有些什麼mind reading 可以做呢 其實看到在這個contact裡面 可以綜合一些東西 第一件事呢 很多時候的題材是關於他們的環境 就是我們home from home 就是他們醫院的環境 尤其是很多時候 當他們入院的時候 尤其是他們到處 他們入院之後 見不到的人 或者見不到的事 可能他們想起一些雪糕 想起一個花園 想起一些小鳥 還有很多時候是關於他們的醫院的生活 第二個範疇呢 就是the cry of heart 即是在心靈裡面的一種叫下 很多時候呢 你會看到他們畫裡面 有些anxiety depression 朝鮮天 oxid的阿派 有些腫瘋病的阿派症 那些類似的 但是特別講呢 這些不是一些prifological的東西 不是一些病態的東西 這些本身是一些正常 大家在精神病院都知道 在精神病院中是很不正常的 你有這些的感覺正常 如果你沒有這些感覺就是不正常 有些病人不想出院 他們是不正常 不是正常 最後一件就是 這些的表現 不是精神病的那種典型的表現 不是有精神病的所有的東西 不是因為這樣說這些話 其實是那個環境的造成 或者是那個病的經驗裏面 我想如果大家聽過一些精神病 和康復者的分享 其實病本身和整個過程裏面 是令到他們的情緒受很多的衝擊 很多的擔心 覺得很多東西完全喪失了 而將情緒畫出來 很多時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抒發 亦是一種可以平息情緒的效果 所以不要說他畫那樣東西 代表他一種病態 這些畫是作為不同狀態時的見證 有時他的精神狀態回復了 或者改變了之後 他看一些畫 其實他自己也未必明白 還有可能想像不到 當時為何會畫這些畫 還有這些感覺 有些例子 就是頭髮好像生了一些釘 這個就是頭髮好像分裂開了 很好的 很簡單